如何克制心魔的干扰 当做着佛事这情况会特别明显 我们体内有三个我 一个阴我 一个阳我 阴我是七魄累积其来的阴神 阳我是三魂累积其来的阳神 阳神主张我们长生长寿 长生不老 永远活着 那么直到成佛 因为祂是复生真我的 我们真我就是我们的佛性 就是我们的如来 我们原本是佛 那个法身 这就是我们的真我 阳我复生真我 复生我们这个不死的金刚身成就 因我祂要败道 不让你成就 这个七魄是阴性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很争斗 你不用再做一件对的事 老有一个反对的声音 你要知道这是你的阴神在作怪 怎么对付阴神呢 念孔雀明王心周 念阿弥陀佛佛号 圣化他 感动他 制约他 他就不再闹腾了 所以我们修炼一定要把阴阳都化成真 我们就算成功了 你不要停留在善恶对错阴阳中去纠结 那就是六道轮回的种子 善者升天 恶者多三恶道 这是修炼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说是用心咒 你喜欢念哪个心咒都可以 绿都母心咒 那么还有金刚撒头心咒 有的人说师父我跟你学了那么多咒 我应该念哪个咒 我教你个窍觉 就是你在最危急的时候 突然出来的那个咒 那就是你的本钻咒 比方我这个有意无意 我就发现我在念金刚撒头心咒 我没有开始念 没用心就在念 觉了以后 我怎么在念这个心咒 后来我才知道 我的本尊就是金刚撒头尊 就是修金刚撒头为本尊 就是历史上修了好多事 就是本尊 所以你们可能出来绿都母心咒 可能出来四笔观音心咒 那就是你过去是修的本尊 既然过去是修了 今生再修就很容易成就 对不对 你已经把一个东西做了一半的 这一辈子接续就很容易成就 如果是你从来没有做过 从头做 那就很难成就嘛 是不是 所以是你这个有的时候 你遇到一个车祸 你马上嘴里出来一句话 那就是你的本尊 有的人就是马上就念阿弥陀佛 对 那你就应该修阿弥陀佛吧 阿那摩观世音菩萨 那就你修观音名号 这个是跟你过去式的 灵性上的修炼有关系 阿弥陀佛